华人就是爱吃米饭 除了把生米煮成熟饭 我们还把米制成果条 米线 米粉等等 而米粉也分成酥米粉和幼米粉 很讲究哦 这一集的实在不一样 就是要介绍新马港台四道用不同配料 烹煮出来的特色炒米粉 实在不一样 新加坡人很喜欢吃米粉 不管是早餐午餐还是晚餐 我们都有各式各样的米粉 马来人我们有炒米香 印度人我们有Bihun Goring 华人我们有金鸡米粉 还有我们本人的最爱 猪脚米粉 这里的猪脚米粉都必须预先在锅中炒香 而且用的是比较粗一点的幼米粉 猪脚则是你我在超市都买得到的罐头猪脚 其他配料有豆芽 包菜丝和菜心 大厨先把米粉 芽菜和包菜丝用水稍微烫过 在热锅中打入鸡蛋 再把米粉和配料加入翻炒 最后把主角罐头猪脚倒进去 大厨说不要放入太多的猪脚汁 要不然太湿就不好吃了 哎哟 哈哈 现在你知道这是拿来干嘛的吧 是不是很强 我工具都是有精心挑选过的 嗯 它的湿度刚刚好 太多的猪脚汁的话 你会觉得很怕 因为它有点油 但它这个真的刚刚好 就是要有那个皮 有没有看到 等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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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脚 猪脚 我爱你 你们一定觉得猪脚很油腻吧 绝对不会 因为它这样子啊 有的这样子都已经被米粉吸收了 然后猪脚很油腻 它的皮 哎哟 很香 很有家的感觉 因为它就是一个非常踏实的一道食物 完美 你吃饭 新加坡加入了猪脚提升了米粉的味道 不知道马来西亚 台湾 还有香港 会在他们的米粉里加入什么好料 香港四周环海 海产特别丰富 就地取材的就有肥美鲜甜的 当然少不了新鲜的咸蛋黄 这道米粉的配料有鱼片和虾仁 都是咸蛋的最佳拍档 厨师挑选金黄色的咸蛋黄 蒸熟碾碎后加入咖喱叶草 更能带出咸蛋的香 把预先烫熟的米粉和配料一起炒 最后还要淋上更多邪恶的咸蛋酱汁 我的妈呀 谁有空里挡不存啊 金粿茶米粉 金瓜和米粉可说是绝配 也是台湾常见的家庭菜肴 这家餐馆不同的是 师傅将事前烤好的金瓜 地瓜等食材打成酱汁备用 接着将虾米肉丝香菇 包菜 金瓜等爆香 加入米粉后 最后放入金瓜酱翻炒均匀 让米粉彻底吸收金瓜酱 味道香甜浓郁 每个米粉都吃得到金瓜香啊 因为这是一道费工费食的料理 要预定才能吃到哦 一道米粉在四个不同的地方 就能煮出四种不同的风味 哪一个最合胃口 下一集的实在不一样 我们继续带你寻找星马港台 SAMSAM BABY FAN的四地美食 不是给我的 我阿嬷喜欢吃猪脚米粉 我打包给她吃 那比十五